3月12号星期四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全天的大盘 今天大盘早盘受短期利空的影响低开 随后指数维持在一个区间内震荡 那么盘中呢虽有多次冲高 但是都是没有能够成功 主要是由于啊成交量太少了 资金量太少了 我们看一下 指数这边有个指数量比是0.78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就是前面五日均成交量的0-78倍 也就是说呃 今天的成交量只有前面五天平均的78%啊 量能比较小 看成交额只有啊 上证指数这边只有3200多亿 然后呢 深圳整整那边有5000亿啊 总共8200亿左右 那么这个成交量是比较低的 说明短期很多资金已经离场了啊 特别是我们感到今天盘中在这个位置啊 明显有短期的一些资金卖出 那么由于复工的影响呢 所以很多啊资金啊 呃会渐渐的流出啊股市 所以短期啊成交量啊 如果不能够放大的话 那么具有反弹的行情 反转的行情比较难 因为前期最高的时候 一万多亿对不对 那么这是一个整个走势跟成交量的关系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K线方面吧 这是一个指数日线级别的走势 我们看到近期指数啊 频繁出现这种跳空高开 或者是跳空低开 所以呢 操作难度也在加大 很多新股民或者散户投资者 由于这种走势操作难度比较大 所以渐渐的离场也是现在出现缩量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 因为我们看到近期这种MCD这种啊 柱啊逐渐出现这种联合状 出现这种芝麻点啊 所以导致这种指数啊 方向性特别是趋势性走势啊 很难显现出来啊 所以很多投资者都转变为超短线啊 有可能跌的多了啊 到低位的时候超个底 涨得高了到高位的时候啊 做个高抛啊 所以会导致啊低位和高位的时候成交量大一点 中间这一段成交量相对来说比较小啊 只要过了中间这条线 那么指数就有往上走的趋势 只要跌破中间这条线就有人卖 就有人砸盘啊 所以呢 投资者也可以根据这个方式来做一些高暴低息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指数30分钟级别吧 30分钟级别呢 这里看的比较清楚一点啊 首先我们看啊 这是首先啊 在这个位置啊 出现了一浪的下跌啊 这是二浪 那么之后三浪 然后展开了反弹 反弹到达上方的时候啊 这是个缺口的压力 那么又停止了 停止了之后呢 然后又展开下跌啊 这是一浪 这是二浪啊 这是完成一个三浪 这里又尾盘的时候有个峭尾 这个尾盘峭尾 主要是部分超低的资金啊 跌的多了 对不对啊 尾盘有个惯性的下跌 很多人在尾盘的时候啊 止损了 那么就有超低的资金进来 那么预期啊 这种反弹啊 想呃 有一个反弹 但是呃 过这个上方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现在成交量不足嘛 成交量不足的话 过上方压力啊 相当于是大一点啊 所以这个时候啊 指数 急需要新的领导板块啊 比如说新基建啊 大科技大金融等等都吵了很长时间了 对不对 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出一个新的热点板块 那么指数的希望就更大一点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后期能不能有新的板块 什么样新的板块能够引领市场啊 向上走一走 另外呢 我们再看一下今天板块方面 板块方面呢 今天啊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收率的啊 收率的啊 涨幅区前呢 主要是水务啊 半导体啊 多元金融整这些板块 那么多元金融呢 跟证券一样啊 同属于一个大金融板块啊 包括半导体呢 属于科技啊 其实龙头表现都还不错 但是就是其他板块不跟 不跟的原因主要还是成交量 成交量是资金的反应啊 是一个交投的反应啊 如果成交量大说明交投活跃啊 大家愿意进场 如果成交量小的话 很多人啊 就是观望啊 基本上属于观望 那么观望呢 只有指数走好的时候 这一部分观望资金 才愿意进来 呃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中线啊 中线部位 那么指数走弱的时候 跌破中线的时候 就会像今天这样 加速下跌 或者直接跳空下跌 这是一个基本情况 然后今天跌幅区前呢 主要是种业啊 注入包括这一些啊 前期涨幅比较大的 那么基本上啊 都出现一个下跌啊 所以呢 操作难度也非常大 尤其啊 是这种跳空低开 跳空低开啊 和出现平开之后下跌不一样 平开之后下跌 大家还有机会考虑漫不漫 但是你跳空 直接跳空低开 这样 很纠结 不知道怎么选择 所以呢 在后市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 关注整个 基本面情况啊 整个基本面情况 对于指数的影响 那么短期呢 指数有反弹需求 反弹的高度 根据量能量能越大 反弹的越高 如果量能不足的话 很容易出现 反弹之后的毁落 这就是基本的一个情况 以上呢 就是今天的大盘 我是 拍摄 是 拍摄